大家好,东美斯老师 今天那这狗场啊 训狗的时候啊,二代野猪有牙 对狗伤害太大 所以说今天就要把牙拔掉 但是这么大的猪啊 500的荆棘猪 这时候都是500的荆棘猪 你看这大猪 猪太大 按不倒,就得麻醉倒 今天先来给它麻醉 路场的技术员 来给狗场的二代野猪拔牙 现在已经麻醉了 我看看怎么拔 来狗场了 这路场和狗场 结合了 给它吹倒了 吹倒了,放水 里边那小黄羊 那你放出来吧 那你放出来吧 你看啊 这个有 我把路场那 技术员,两个技术员领来了 来把猪啊,麻醉 麻醉刀,把猪的羊啊 麻掉 哎,有一个,挺好 过上俩了 没事,掉了没事 掉药进去了 咱这根多重 300斤 这个300多斤 一会儿再看来 放到500斤呢 看看它抗不抗麻 它这个应该比家猪抗药 是不是 它体质好 二代野猪体质好 抗药,你看两针 打了两针呢 这头猪啊,是非常凶 那个在那个二代野猪场啊 它太凶 别人靠放钱 所以说它把它拿到狗场 训狗 你看路场 我们路场啊 这一针 这个路啊,过一段时间 它就倒了 这个二代野猪两针 这现在还在晃呢 看多长时间能倒 这个晃晃大帮没倒 所以打下一个 准备了训练裂狗 看准备了多少猪 这头 摔一下一下 它这个皮糙又厚啊 你看麻醉针呢 没进去 这个猪皮太厚 那个有个枪 你看那个也倒不了 你惊上来 看打几个能倒 哈哈哈哈 这个小来卡 这个猪有没有400斤 356 356啊 你看这个猪太熊 把地损一把 全部都拱开了 这个小的还不倒呢 还没倒 打两针没打劲 再补一下的吧 那个放出来了 打了两针了 这个猪也没倒 再给它补一根 这家里那个是母猪 这麻醉针的 再生生瓜那的 这还想事 摇摇画画的 还不忘了本能 再补它一针 看好我们的继续员 吹得准不准 吹了这么多针 但它俩还使劲的 还准着干脏 我们的那个大总录 那个大的五百雷鸡 那个录是打两针 就干脑子 这头猪大 这头猪的有五百雷鸡 它也得拔 它更凶 行 这个嘴子大刁牙 看这个刁牙 你看养这么多二代野猪 这时候为了专门训狗用 这是它主要是养猎狗 这是狗外不训练的 什么狗不训练也退化了 训小狗用小猪 训大狗 用成年犬 就用那些大猪 这怎么还能保出这么个姿势呢 这就快了 应该快了 倒了 倒了 倒 最大的配鸡 给打拿对针 这都大家伙 这五百多斤 我觉得你说 我家就为这些碗 看 给它麻醉了 看这几刀能倒 还是迷糊了 怎么也是迷糊了 第八针 你看这猪 还这么精神 太耐药了 看看这回倒不倒 打了八针了 行了 不管了 这中午了我们得走吧 倒了你就自己弄嘛 不倒那是没办法的 你看 这十几分钟 我无法倒了 这几两次还摇摇荒寒不倒 大家知道这个猪 用多少刷 拿去打 大家亲口留言 好了 今天就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